我是一名创业者 这是我们的时代 现在在资本寒冬的情况下 对于创业者是一个最好的时候 双创会成为一个长期的国策 国务院发展文件有四个 国务院发展文件有四个 这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我们认为这个互联网家是一个新的生产力 而重创实际上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 那么用这种新的生产力 实际上我们是可以改变每一个传统行业 这个历史机遇 绝对是十年二十年一遇的事 我特别想寻找一群和我一样的人 让思维碰撞出更有创造力的火花 重创空间正是建立了这样一个生态圈 起步为奸从龙到一 在这里我找到了一群同样孤独 而又不甘平庸的人 尽管我们做着不一样的事 同样面临着缺钱缺人缺资源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脚踏实地 不忘初心 我们在这个社群里 重置重建 畅所欲言 协作分享 所以重创空间呢 更像一个可以遮风避雨 提供养分的小窝 让群体里的每一个成员 更茁壮地成长起来 其实创业是个非常孤独的一件事情 如果说你能到一个大的创业环境里面去创业 其实对你的事业的开阔都会有非常大的好处 所以其实呢 有句话呢叫做抱团取暖 重创空间呢 它不只是提供这个一个办公的地方 更多的是形成一个创业者的社群 另外呢 就是创业者需要的优化商业模式 找到创业导师 同时呢 也需要对接很多行业的资源 最后呢 需要获得下一轮的融资 物理空间的出现呢 是一个必然的产物 通过空间这种方式 把诸多的创新资源和局级要素放在一起 那么就会形成一个加速的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线上的平台 跟线下的物理空间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整合 那么同时呢 我们也会去引入各种各样的一个资源 我们称之为全要素 那么希望入住空间的这些创业者 就像进入一个大的家庭一样 来进入到这个空间里边 能够在相互之间有更多的配合 能够形成一些化学反应 这样就能够产生更多的这个火花 更多的灵感 更多的创新 我们的基金去投资创业者 帮助他们去IPO 我们是创物螺旋的创业生态链 会给创业者多方面的培训 针对天使投资源的培训 能得到我们的厚德创业体系 这个完整的知识跟服务 更好的自学习 自成长 更快地实现自己梦想 更好的实现自己价值 连接意味着几个事情 第一个就是潜在的合作工法 第二个是潜在的员工 第三个就是潜在的商业机会 超大的200平米的科幻内的这个展厅 我们会有智能化的厨房 智能化的这个领域间 我相信这个空间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 那么昌平呢也是北京地区这个科研单位 比较聚集的 有很多的科技实验室 把它这个资源整合起来 成为支撑咱们中小企业发展的一个公共的资源 给予社区的这种重创空间 又能为这些社区居住的年轻人 创业就业提供机会 又能通过这种形式来解决我们 城市运营和城市管理的一些社会问题 期待着能够在这个重创空间里面 诞生出非常伟大的企业 我们也是期待着能够与这些创业者一起成长起来 首先最重要的一项是要坚持 真正具有创业的机型 人品或者说性格其实非常重要 它能够比较正直是很重要 它有很强的知识能力 产品和服务方面是不是有很独到的 能够持续的这种节省力 格局要大 但是我们又要这个脚踏实地 去专注地去做一些实行 它的常态就是过程 是创业着一个享受空间 而不是享受荣誉 不犹豫 不纠结 不后悔 义无反顾地向你的梦想重逢 腾讯重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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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每一个创业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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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重创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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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每一个创业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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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